第三场是花莲现议员候选人陈梅华的扫街活动 大家好 我是杨华美 是花莲 目前是现任的花莲现议员 然后同时也是这次现议员的参选人 那我自己是在第一选区 花莲市的选区 然后这次抽到二号 那我们今天呢 今天选举现在十几天了嘛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嗓接拜票 所以因为巷弄里我们大概都已经走过了 像我们今天要走的是中山路 花莲比较大的马路 所以今天就是要沿路拜票 好 谢谢你 采访一下 怎么称呼你 我叫启宏 请问这台车是你自己DIY的吗 什么 自己制作的吗 不是 这台是一个支持者就是借给我们的 然后它平常是卖杯狗的三轮车 但是它在竞选的期间都会借给我们 然后我们把它装潢一下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宣传车 那其实就是骑在路上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都会看我们 就是很醒目这样 就是大家觉得这样子很环保 然后其实也符合我们选举的理念这样 大家好 我是现议员杨华北 我们来这里拜票 请大家继续支持二号五岛级社工背景出身杨华北 谢谢 我是2014年参与第一次花莲现议员的选举 那一次选举是高票落选差一百多票 所以2018年又再次选举才 然后就高票当选四千多票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用了这些背心 就这几次的背心都是在那里 2014 2018年的选举都有使用到 那所以选上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名字的候选人拆掉了 本来是现议员候选人 然后就把它拆掉 然后继续使用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包含这些背心 大概都用了八年以上了 然后每次号码就拆掉重新 也上去这样子 好 感谢解释 都是选举 但是穷人和富人的选择各不相同 富人可以请县长来站台 可以请来专业影响 可以请艺人唱歌跳舞 还可以请大家吃麦当劳 杨美华议员候选人呢 他就比较是艰苦 他跟现场关系不好 也没有政党支持 他们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 连选举用的马甲 都是新四年 旧四年 风风步步 又四年 但他的九个支持者 是真心陪他早结拜票 支持他继续在议会监督政府预算 难怪上次能拿到四千多票 二赢二二 北军在线 差别停满了 不是选举 差别可真大呀